然后每日一拿回到眼前出发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周围上你看我这个杜鹃 我换了盆子就成这样了 我又把它拿出来了 换盆子就跟花盆子有没有说过 花盆子一定要排水透气 土壤也是一个道理 植物换花盆子就跟咱们人穿鞋一个道理 就是你的除了你的透气啊 你整个大皮海你天天大汗嚼 你说这玩意能行吗 这和植物都是一个道理 你就得保重排水透气 因为这怎么办 你放到原来盆子里面挺明智的 你可以再重新的找个排水透气的花盆 找一份好土老花益也卖土 老花益的土可以说是在园艺行业里面天花板了 除了呛个贵一点别的没毛病 没缺点 你给它重新换一下用点杀菌药 你再放到原来这个盆子里面 这就有点什么呢 你说我大舅子当皇后了 然后在宫里边待得有点赦迷 你又把它扔到原来的地方了 它受不了 下个肉饱 12月的天 大花秀就说耍流氓掌花包了 那你又让它开呗 这里是广西 我知道你 你上回不是问了吗 还问我咋处理 你就让它开呗 你管那干啥呀 而且我们这边冬天下雪 就不行你们那边六月下雪 你们这就不能出个豆鹅吗 下个肉饱 口红掉蓝 叶子咋回事 都四年不开花了 你把它剪了 把这种不好的叶子 你给它剪掉就行了 然后它开花一般是在春秋天冷凉的时候 你四年不开花我可以由此断定 你四年没用过药也没用过肥 就基本没管过 你现在也就看看老花一的这个视频 想起来 我得管管它 你不管它 你以为这个花 花你不管它 它只能勉强活着 你想要养好它就得用心 今天早上说那句话 就是你努力的去养花 不一定能把它养好 但是你的努力是决定了 你养花能让它不死 但有的话我就把它养死了 奇迹乖乖 完了 下个猝包 桂花叶子 叶子越养越少 咒包包呀 凶包包了 给点肥料 用翻肥水 很多话说老花一 我这个用肥了 你说缺肥 像那种一般叶子不舒展 我都给话说缺肥 是吧 有的话说老花一 我用肥了 我用的还挺多 其实你所谓的肥料这个东西呢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你比方说 我如果说我营养不良 或者贫血了 人家别人是不是说 你大夫说 多吃点东西啊 是吧 你有点缺营养 有点缺饭 也就是是吧 那我天天吃啊 那你要我营养不良 我得看我什么毛病啊 你比如说胃酸 分泌不足 胃里边不舒服吗 是消化不行吗 你比如说看看这个根系 是不是这个盆土 排水透气不行啊 还有一个这方面 你是不是缺一些 味料元素啊 你用的肥料里边 没有味料元素啊 你看人一天 大胞子病叫缺点 你不能说 他缺饭吧 明白了吗 所以你用翻肥水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再检查一下盆土的 排水透气性 光照给足 这是好事情 下个粥宝 小胖不提 不长果 你都养活了 你还要求他长果 其实你 现在应该分享 分享你是如何 把他养活的 像长果呢 你适当的给一些肥料 该给足光照 给光照 好吧 车胞 原来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呢 这个点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 很多用的养活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活最转移 白了车胞 嗨 嘿嘿 嘿嘿